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 从上个礼拜四日本央行转变了17年来的零率政策 首次升息只有升息半码 接着美国礼拜五公布就业数据失业率攀升到4.3% 那一刻开始全球股灾 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日经指数有一度大跌12% 最终中盘也是跌12% 然后一整个礼拜下来大家慢慢慢慢修正 首先是日本央行说我们不会再升息了 其次是华尔街大多数的人压住美国的经济 不止不会筛退也不会硬着陆 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9月份的时候 美国联邦公开准备会就是联准会上面决定 要不要升息的FOMC他们会降息 所以巴伦周刊写了市场预期联准会会降息的热潮 再次席卷华尔街 那这使得这个礼拜股灾最终我们看到刚才的数字 最终看起来股灾是结束的 可是巴伦周刊作为一个专业的财经周刊 他认为这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另外一个陷阱 因为他们认为降息是零丹妙药 但第一个联准会未必会降息 像大家所期待的50个基点 就是两码可能只会降息一码 而目前为止甚至有Kansas的联准会的银行行长 他也是FOMC的成员之一 他不支持降息 他说现在通膨数字仍然高于目标 这使得股灾会不会很快的 就会在大家预期到通膨之数高起来 然后联组会没有降息 像大家所预期的这样的情况里头 成为下一个股灾 相当多的报道从Wall Street Journal Baron Jokan Fortune全部都说 预期降息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请看一下关于本周全球股灾的报道 过去这一个多星期来 全球股市尽力的激烈的上冲下行 其中美股周一创两年最大跌幅 几天后标普又刷新近两年最大单日涨幅 跌宕起伏的一星期 从前一周几个大利空夹集揭开序幕 接着美国劳工部8月2号 发布疲软的就业报告 引发美国经济将衰退的疑虑 7月美国劳动市场大幅降温 新增11.4万非农就业人口 低于6月的17.9万 失业率也意外攀高 至三年高点4.3% 由于失业率上扬时 往往意味着衰退也不远了 使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相当忧心 再加上联准会考虑9月才降息 市场担忧反映速度太慢 多重压力下 投资人于是大举杀出 但美国经济就要衰退了吗 I don't think that there are signs of a recession yet the question is is the economy slowing more quickly than the Fed expected and is the Fed behind the curve they didn't raise interest rates at their meeting last week and a lot of people think now that was a mistake when we look at GDP indicators at the moment the growth rate is actually quite healthy and the growth rate for the second quarter i.e. the three months that ended in June was also very strong as well but there are underlying concerns particularly in jobs but also in activity indices that do suggest there might be some weakness into the back half of the year 但送走了黑色星期五 全球投资人却迎来更惨烈的星期一 其中日股更出现崩盘式的跌幅 日股五号狂蟹4451点 创史上最大跌点 韩股收跌8.8% 日股和韩股盘中都触及熔断机制 试图在试矿剧烈震荡时 让投资人恢复冷静 台股暴跌1807点 刷新单日跌幅记录 当日美股也是鼻青连肿 Right from the opening bell this morning stocks were just plummeting The Dow started the day off by more than a thousand points Today ended up the same way 当中又以科技股最受重创 回答跌于6% 苹果也中错 因传出股神巴菲特的波克夏海瑟威 抛售半数苹果股权 华尔街的恐惧指标 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波动指数 一度突破40大关 来到2020年10月以来最高位 原本市场预期美国经济将转着陆 最新出炉的旧约数据戳破了美好预期 除此之外 市场专家也把矛头指向中东紧张情势升温 再加上日元套利交易平仓 更引爆卖压大举出荣 所谓日元套利交易 是以近零利率介入日元后 卖入其他获益率更高的资产 例如美股美债 但日本央行7月底 无预警将指标利率上调 至0.25%后 原本更暗示将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 推使日元汇率大幅走扬 逼得进行套利交易的投资人 赶忙回补介入的日元部位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日本看到的事件 当投资者有购买钱 在能够零利率 然后用来变成美国的市场 现在日本的购买货币 周二恐慌气氛消散 市场恢复平静 日股跳涨10.2% 收回前日暴跌的多数尸土 日本彻底颠覆全球对其市场和经济的预期 让日央行被骂翻 副总裁内田真一企图修补 7号强调 在金融市场不稳定之际 日央行不会再次升息 美国也由央行稳定军心 联准会官员驳斥 7月就业报告意味着美国即将迈向衰退 但联准会警告 必须透过降息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 美股6号也摆脱前一个交易日 所创的近两年最迅表现 反弹回升 所谓的科技七巨头 5号一口气蒸发了6500亿美元的市值 6号则暂时摆脱颓势 但在率领股市上工了一年多之后 科技类股近来开始震荡走跌 尤其是AI概念股 投资人不禁要问 科技股泡沫化了吗 NVIDIA stock they make these fancy semi-conductor checks used in AI it's down 20% in the past month but it's still more than double what it was a year ago The meta, the Facebook loss 12% last month it's up 50% over the last year a couple of things are going on one is they got the tech bubble it seems like a bubble got a little bit out of hand 专家指出 AI热度越蹭越高 但却迟迟未出现 众所期待的杀手机应用 让个人或企业用电子产品 出现革命性变化 在市况剧烈震荡之际 市场发现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在近期股灾前 以逢高出陀大量 手上持股 7月内一共交易20次 套现价值3.23亿美元 打破他个人记录 贾总今年夏季 黄仁勋共处分了 近5亿美元的自家股票 不过他的卖股行动 3月已先向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备 他也不是唯一 逢高出托持股的科技业高管 美光和高通执行长 在差不多时间 同样卖出自家股票 这些执行长的行动 不免引发市场怀疑 他们是不是知道 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秘心 就在市场弥漫着 不确定的气氛之时 一个每周公布的数据 却让美国三大指数 骑走凯歌 标普500指数 更写下近两年最大涨幅 U.S. stocks jumped on Thursday after data showed unemployment claims fell more than expected last week soothing worries the labor market was weakening too quickly 结束了有如云霄飞车的一星期 美国下周将陆续公布 消费者物价指数 与零售销售等重要经济数据 这些都攸关FED降息幅度 此外 日元套利交易平仓 恐怕还没完结 投资人恐怕仍得续紧安全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